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 大家好 全國農會理事長蕭景田 大家好 以及我們今天的庶民代表夏春勇 夏哥好 大家好 稍後我們還要連線這個背影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眼熟 歡迎貝影哥 主播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等一下 貝影哥會轉過身來 用正面和大家相見 不過首先就要來看到的是 讓很多韓粉非常開心的 韓國瑜在昨天的這個 總統初選民調公布之後 已經確定就是由超高的支持率 百分之四十四點八的 這樣一個支持率 要來代表國民黨 角逐2020的總統大位了 昨天他在臉書上 PO出了他的最新的心情 很重要的一句話 是他終於用一個總統的候選人的姿態 他告訴大家 2020 讓我們繼續在一片的歡聲雷動 國旗海裡千軍萬馬來相見 不為賣菜狼 不為國民黨 只為一個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的新台灣奇蹟 牧香請教一下淑慧 因為其實他的出現真的是讓藍營 可以說是士氣大震 昨天晚上在高雄很多人看到了 超大的競選看板 而且是韓粉自偷 腰包去租的 已經高高的掛在大樓的外牆上了 而且很多市民高喊總統 您認為這一次他能夠大勝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這一次很多韓粉或是一般人 都稱呼說我們要選一個庶民總統 我想庶民總統並不是說 民黨故意去攻擊說他哪叫庶民啊 他有多少保單啊 他有什麼什麼什麼 我想庶民總統並不是在說 這個總統他是庶民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第一個 他懂不懂庶民的心 第二個他懂不懂庶民的生活 第三個他懂不懂庶民的語言 像有很多阿姨跟我講說 他為什麼支持韓國語 很簡單 他講的話我們聽得有啊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條件 可是有多少政治人物他做不到 政治人物講的話很多民眾 是聽不懂的耶 就像蔡英文這次的選舉訴求是什麼 我看了三遍了我還背不起來 2020是我們捍衛台灣民主 生活方式的選戰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台灣民主生活方式 不是一直都在嗎 如果台灣沒有民主的話 哪來的每四年選舉一次啊 哪來的你蔡英文可以當總統啊 我們一直都有民主嘛 為什麼現在就輪到你要來捍衛台灣的民主呢 所以我覺得說人民聽得懂你講什麼 然後你懂人民到底要什麼 這個才是庶民的總統 顯然蔡英文根本不知道民眾 現在所謂庶民的生活的苦在哪裡 顯然她不知道台灣經濟出了問題 為什麼這幾年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一直在追求一個叫做小確幸 為什麼大家都在追求小確幸 多放一天颱風假好開心喔 多幾百塊的獎金好開心喔 都在追求這種小確幸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有大幸福啊 過去的台灣在經濟 在台灣前一天腳目的時候 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是兩位數的時候 那時候誰在追求小確幸啊 大家每天都在拼自己的經濟 拼自己的夢想 可是為什麼這三年來 只要有一點點小確幸 大家就覺得說這是生活中的幸福 因為我們執政者沒辦法給人民幸福嘛 所以我們人民只好每天在生活裡面 找尋一些小快樂啦 小喜悅 要不然人生實在太苦悶了 可是蔡英文不懂 蔡英文不懂 她一直在講捍衛台灣民族 她一直在嗆中仇中 她根本不知道台灣的庶民 發生了什麼問題 庶民的問題很簡單 薪水不夠 小孩子沒人帶 家裡的負擔太高了 就這麼簡單 可是為什麼蔡英文從來 都沒辦法講出這麼簡單的 說人民有錢 要讓人民有錢這幾個字呢 這四個字很簡單 沒有錯 大家覺得說超白話的 問題是超白話的啊 那問題是誰講出來過呢 誰敢承諾呢 誰做得到呢 那台灣安全難道不是大家要的嗎 民進黨難道說 台灣安全好囉 我們不要台灣安全 我們就是要去買軍購 我們就是要去跟大陸對幹 難道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嘛 台灣安全是我們生存的根本之道 可是民進黨為什麼就是講不出這八個字呢 那韓國瑜講出來的講一遍 講一遍 大家都記得了 為什麼會記得呢 因為這就是庶民心裡面想要的 所以蔡英文在自己的臉書上 大家如果去看 一天到晚說自己要接地氣 一天到晚需要講自己要接地氣的人 就是因為他完全不接地氣 才每天要勉勵自己說 我要用功 我要用功 我要接地氣 我要接地氣 韓國瑜從來不用去特別強調 因為他每天就是在做接地氣的工作 缺什麼補什麼 他就是一個接地氣的正式人物 所以我們在講說選一個庶民總統 不是在講說他的出身背景怎麼樣 論出身背景也全世界沒有人比得過蔡英文 我們是在講說他懂不懂庶民的心 他懂不懂庶民的困難 他懂不懂庶民的生活 真的是這樣耶 你看現在年輕人 大家都很常常說要去消費 手搖飲料 為什麼呢 因為買不起房子 所以乾脆吃好一點 喝好一點 讓大家每天開心一點 但其實也不過大家希望的就是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為什麼沒有一個政治人物 曾經把這句話給說出口 這也是為什麼韓國瑜能夠打動庶民的心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蕭理事長 因為其實現在真的是 總算國民黨定於一尊 對於所有的立委參選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接下來就要靠母雞 來帶領小雞們向前衝對不對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那個韓國瑜他的一個PO文 他說五個感謝 而且強調心中沒有喜悅 只有沉重的責任 還有無盡的感謝而已 你怎麼看接下來 韓國瑜要帶領大家往前衝了 你有信心嗎 昨天晚上他PO文 就是說五個感謝 對其實他是這個五個感謝裡面 他當然所要感謝的是韓國瑜 他本身在整個國民黨內的一個出選的主持者 那做這些主持者讓他能夠有這麼高的人氣 能夠積極這麼大的一個內力 讓他能夠有所發揮 才能夠在全天整個民調結束的時候 就是有這麼好的一個成績單 可是這個五個感謝他後面又講的是 他沒有喜悅 為什麼沒有喜悅呢 他非常清楚 他這個支持者 支持他的這些電話 這些守護者 其實不是要你成為國民黨的候選人而已 這些人是想的是什麼 要讓你韓國瑜成為中華民國下一屆的總統 所以這個彈子又來了 這個責任又更大了 他怎麼會有喜悅呢 他只有在那邊 就是非常優利的將來怎麼選 昨天我在現場 我是中常委 所以我昨天在現場看了韓國瑜 出現的講的那些話 還有我帶進去跟主席副主席他們聊天的 這個內容 我深深接頭說 韓國瑜真的是一個不可多多的政治人物 他的謙虛 他的想法 他真的讓國民黨做了一句非常強的強心劑 因為在整個國民黨可以說 很低迷的時候 他振作起來了 而且他現在要成為中國國民黨的 這個總統的候選人 就在明天中常會第二關通過了 第三關7月28號的黨代表大會 通過以後才正式成為候選人 那成為候選人以後他工作非常的多 尤其最常的選戰 為什麼沒有喜悅呢 因為國民黨內的這個初選的基礎 是用民調打電話的 將來總統的選舉是一票一票要拖出來的 所以這些工作這些內容 當然跟他現在剛進行完的這個電話民調一萬五千通 去做一個勝負的一個工作 檢舉的這些動作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現在要非常謹慎的 尤其也要廣納不但是南京的力量 還要有中先選民的 甚至於他想的是綠色的選民 也要讓他靠過來 他才能夠成為下屆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他昨天所談的所PO文的 我再講都是心裡的話 對其實先前 民調還是有點像是在打空戰 對不對 但是接下來陸戰 組織戰通通都要登場了 而且其實你看韓國瑜常常對綠色的選民喊話 因為接下來他必須要擴大他在中間選民的這個選票的一個基礎 我想請教一下夏哥了 對韓粉來說當然很高興 因為韓國瑜終於出現了 但是韓粉內聚力非常的強 但是想要贏2020的話 還必須要開拓同溫層以外的其他的選票 尤其是在年輕的族群上 目前看起來韓國瑜是支持度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您覺得以韓粉的角度來說 接下來韓國瑜這場選戰應該怎麼打 我先講你這個 你說這個韓粉的凝聚力 其實很多人錯過了韓家軍的實力 非常多人都誤會了 有人說什麼只有兩百萬 對 因為我常說韓家軍他不是烏合之眾 他更不是說那種臨時起義的 韓家軍是一群實事求是 然後接幹起義的老百姓 他們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們光想到說這就是一時 九樓就會消散 他們錯了 他們完全錯了 從每一次造勢活動你可以看到的 人家大家都說感動 我覺得那是震撼 沒有一個候選人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歷來的群眾聚會 能夠看到那種場面 這就是我要先解釋一下 就是說韓國瑜的這個韓粉的凝聚力 其實這個是很可怕的 不要小看 有的人說什麼義和團 其實我不覺得韓國瑜沒有年輕人支持 每一次參加他的這個造勢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只是因為大家 不管新聞也好什麼 大家老是把年輕人 歸類到柯文哲 現在又部分歸類到蔡英文 其實因為每次民調出來 韓國瑜好像年齡大的支持度比較高 所以他就認為說 他沒有年輕人 都是年紀大的 其實我不覺得 從我每次去參加他造勢活動 我看到的 我不覺得 那如果真的要把這個階層擴大 我就說一個 韓國瑜參加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他當初一開始提了那個北漂青年那個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好的一個議題 其實這次選舉他可以把它擴大 當初我選高雄市長 我是因為高雄都是薪水低 你們這些年輕人到台北 到北部去工作 我希望有機會讓你們回來 現在我覺得他選中的 他可以把這個議題更擴大 我現在讓你們回家 北漂青年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還有把它擴大到海外青年 所以要讓路漂都回來 讓海外漂的都回來 對 其實可以把 因為當初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這個議題做得非常漂亮 做得非常好對不對 北漂青年變成一個 他選高雄市長很大的一個議題 很多年輕人因為這個 而支持韓國瑜 那既然有潛力 而這批人都還在 那為什麼不把它擴大呢 路漂 北漂 海外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到澳洲打工 當那種做那種很粗的工作 為了什麼 賺錢啊 因為薪水低嘛 現在高雄的年輕人 會外移的原因沒有別的嘛 薪水低嘛 就這麼一個原因嘛 我覺得這個議題可以擴大 第二個我就覺得 當初韓國瑜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那兩個小編 年輕小編 在政論節目上幫他很大的忙 好多人都很喜歡那兩個小編 我 像我從來不關心政治的 那段時間我看到兩個小朋友 我就跟我朋友講 這兩個小朋友幫韓國瑜 拉了不少票耶 也可以啊 再複製啊 你找更多的 口才更好的年輕小編 讓他們上政論節目啊 一樣啊 那個效果一定會出來啊 還有那時候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一個 後來還帶他男朋友 那個女孩子 是北部青年 一個什麼韓家軍 一個什麼 一個瘦瘦的女孩 他出來給大家的印象非常好啊 我覺得可以炮製啊 為什麼不炮製 大選跟高雄市長選舉 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其實因為之前在打初選 現在已經確定 他是總統候選人了 其實國民黨開始動起來 大家最後通通都回歸 歸對之後 這些建議都非常好 其實是有機會的 對啊 都可以啊 我還說了 你民進黨 你有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1450 你國民黨也可以做啊 你國民黨這些 你說我們要團結 大家幫他想辦法吧 對付一個流氓政黨 你就是以牙還牙 不要客氣了 什麼溫良公檢讓 韓國瑜還不讓 溫良公檢都不要 國民黨這麼多年來 被民進黨壓著打 就是因為溫良公檢讓 每一次輸 都是因為輸在這個上面 還不學乖 對付流氓政黨 就是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你比你凶 我比你還凶 只有這樣跟他們打 不要把話語權交到對方的手上 本來就是啊 每次都是他們帶議題 國民黨在後面跟著 然後呢 老實在解釋 不要嘛 你丟議題 像韓國瑜當初 剛剛就知道贏在哪裡 他在丟議題 對 他沒有跟著民進黨走 這非常重要 其實呢真的 國民黨要趕快把話語權 給收回來了 不過我們現在要連線 這個線上我們的貝穎哥 哈囉 貝穎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這個貝穎大家好熟悉 因為呢應該配上一點大雨有沒有 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 在這個凱盜的挺韓大會師上 貝穎哥當時在雨中 沒離開的畫面 真的是讓所有的人 真的是印象太深了啦 我們是不是能夠請貝穎哥 轉到正面來 讓大家看看你的廬山真面目呢 大家好 哈囉 貝穎哥 加油 非常開心可以跟你連線 其實啊 其實啊 在這一次啊 這個啊 韓國瑜啊 這個打初選的過程當中 貝穎哥也算是 立了一件大功勞耶 因為您的貝穎 真的是啊 這種堅毅的形象 把很多韓粉的心 都凝聚在一起 哇 就是這一幕有沒有 大家當時看了很多人說 眼淚都要流下來了耶 這一次韓國瑜能夠順利的出現 我想您一定非常高興吧 那當然 這個韓市長 這是能夠在那麼艱苦的選戰中 能夠把這個頭籌啊 我們身為這個韓家軍的人 每個人都是士氣非常的振奮 對 所以當時坐在那個大雨當中 淋的那一場雨 現在覺得超值得的對不對 我相信每一個人 每一個來這個五場啊 參加這個韓家軍造勢的 每一個這個韓家軍的朋友 都會覺得值得的 在這過程當中 這麼多人在黑韓 你曾經有擔心過 他沒有辦法順利出現嗎 我從來不擔心 我從來不擔心 因為我從韓市長他的意識力裡面 還有他前面所提出的一些 政治的一些策略 都能夠符合我們庶民的 大家的這種心情 所以我對韓市長 在這樣的一個四面楚歌 這麼樣一個艱困的環境中 我相信他會越打 越光彩 所以我是有對他的這個勝選 是有堅定的信心的 所以說接下來 他真的要帶領這些支持者 去打2020這場中華民國的保衛戰了 有沒有什麼祝福 或是勉勵韓市長的話 是 這個韓市長在前些時候提出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我想光是這八個字 就能夠讓我們 經歷那麼長的時間 台灣有所謂的台灣經驗卡吧 到現在這個生活的這種困難 國家的這種所謂的安全的這種憂慮 我想從韓市長他所講的國家安全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這句話 就完全符合我們中華民國的創建者 國父孫文所講的民生主義裡面 保和養 這個兩個重要事情 保就是我們確保我們人民 有免於恐懼的這個安全 這個養就是確保我們人民 有這個不匱乏的生活的這個滿足 所以我認為韓市長在選舉這個之前 就提出了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是完全符合我們中華民國這個正道 所以我祝福韓市長 他在後面所面對這個邪惡的這個政權 我剛剛聽了這個 我們這個也是這個 這個受訪的這個朋友所講的 面對這個邪惡政權 我們就只有什麼 就只有跟他們幹到底 就只有跟他們幹到底 我們非常謝謝貝影哥 和我們分享您這一路走來的心情 也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貝影哥 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 哇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其實對韓粉來說 大家都覺得 其實韓國瑜光是這一句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就足以撼動他們的心 讓他們一路堅定相隨 但是這一場的初選選項 其實打的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艱辛啊 昨天晚上韓國瑜 在高雄的義民廟前面開獎 他特別告訴大家 其實李嘉芬最近真的很辛苦 而且他都瘦了 我們來聽他的這段談話 他也差不多瘦了五公斤吧 他一到選舉 台灣政治有的時候抹黑啊 重傷啊 那一個一個家庭婦女 就是一個婦女 她心理壓力會比較大 好 韓市長輕輕的一句 壓力比較大 但是嘉芬姐最近壓力 真的是太大了 我們帶你來回顧一下 他過去從開始 韓國瑜要從政以來的一些語錄 那麼其實他包括了之前呢 他就說過他是打從腳趾頭身體 每個細胞都反對韓國瑜 再度進政壇的 而且他最近也說了 如果說知道他要選總統的話 當時一定會敵死反對到底的 如果這麼聽我的話 一開始就不會去接高雄 是黨部主委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李嘉芬 他其實站在韓國瑜的身後 一直默默的支持他 雖然講得好像很反對 但是到了最後總是心軟又站到了台上 牽起丈夫的手 一路堅持力挺到底 我們也想請教一下淑慧 其實我們看到嘉芬姐一路走來 作為一個女人 看到他站在韓市長的背後 總是覺得好心疼喔 因為這個黑韓產業鏈 是連他的家人一路攻擊耶 所以其實這麼樣的這個鋪天蓋地 對一個家庭的一個毀滅 但是我們看到李嘉芬真的很堅韌 他這樣一路挺了過來耶 他是不是對於韓市長 真的是很加分呢 我覺得不只是 那個嘉芬姐對韓市長的支持 我覺得韓市長也是一個 很心疼太太的人 因為他剛剛只說了 嘉芬姐瘦五公斤 大家如果注意的話 韓國瑜市長也瘦很多 他現在跟去年相比 他本來就很瘦 他現在更瘦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這樣一路走來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我跟嘉芬姐其實 見過兩三次面而已 但是我大部分都是從媒體上 知道他的印象 那所以大家印象之中就是 他總是充滿了笑容 但是最近的笑容 確實是有一點減少了 我想沒有一個女人 會開心看到每天打開電視 就是對老公的抹黑抹黃 甚至還抹情色 說什麼還抹說 女兒不是他生的 女兒不是他生的 他生了一個女兒 辛辛苦苦把他養大 然後等到老公要選舉的時候 居然說連女兒都不是他生的了 然後甚至說被污指說 老公我外遇外面有生子 我想這對於一個女人來說 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想嘉芬姐確實是一個沒有 沒有期待說韓國瑜要去當一個 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為什麼呢 大家如果知道他們兩個的故事的話 過去韓國瑜是有十幾年 沒有在政壇上出現的 甚至沒有一個說非常耀眼的工作 但嘉芬姐完全都沒有去抱怨 或者是說 有一些女人如果像我的話 我說不定也會嫌棄說 你怎麼不去找工作啊 你怎麼不去選一個議員看看啊 因為嘉芬姐他們家在雲林 也是當地的就是民意代表嘛 可是她並沒有說 老公你這樣子我出去很丟臉耶 只有你沒有事做 你十幾年了 你為什麼立委選完 你不會再去找找看 黨中央的誰誰誰 以前的朋友 再去找個工作來做做 顯然是沒有的 他們只有夫妻兩個很開心的 過自己的小日子 然後辦自己的 創自己的學校 我覺得這樣子的嘉芬姐 現在面對說韓國瑜在踏入政壇 而且短短的兩年內 從高雄市到總統大選 都是台灣最難最難最難的兩場選舉 然後面對民進黨鋪天蓋地的 從政治抹黑到政治謀殺 現在已經是政治謀殺了 因為本來韓國瑜講的 已經不像一個人了嘛 所以對一個女性來說 我覺得她心裡面是很痛的 因為自己愛的老公 本來我們家平平淡淡也很幸福嘛 每天打開電視都被罵 哪一個女人受得了 真的 讓我想到大導演李安的太太 也是在背後一路支持她 非常久的時間 但是其實嘉芬姐 真的是柔軟的背後 有無比的堅強 我們稍後回來 要請蕭理事長和我們分享一些 嘉芬姐的小故事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